歡迎來到GG Channel和Patreon的最新測試環節 就是台灣大選2024 不過我一直都在想會不會額外錄多個節目 但因為今天又有第二宗新聞發生 我就想想想,不如這樣吧 我就做一個短打的Segment環節 今天可能會長一點,因為要介紹這個節目 之後就會不定期 不定期,可能會十分八分鐘 再更新一下有什麼最新的劇情 因為就是憑著這兩個月發生的事 我想到了大選前,每天都有事發生 就會放在小弟Patreon,在小火和大火 還有在GG Channel的玻璃新聞台,即是GG Channel的會員上載 如果你們覺得這個節目是最值得支持 希望大家多多捧場 支持方法當然是加入Patreon做會員 感謝有些網友請咖啡打賞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台灣的候選人 經已接近陳埃樂定 為甚麼接近呢? 因為國民黨是有變數的 現在國民黨有變數的 現在的情況 中間就是民進黨賴清德 自從賴清德在臨頭臨位的補選 就叫做贏了一仗 基本上就成為民進黨毫無懸念 去爭取總統的人 那麼我每個候選人就簡單講講 當然賴清德 但是他作為副總統 其實很早都被譽為 被視為 是會競逐2024總統的候選人 不過 因為民進黨裏面 其實每個黨都亂七八糟 不過民進黨 因為他現在 自從八年執政 還要是上次連任那麼強勢之下 民進黨基本上是 發得很大 再加上執政黨 跟陳水扁的時候已經很不同了 陳水扁的時候 就類似特集式的贏了 這次蔡英文上台時 他現在的助勇資源 甚至多於 國民黨禁制 在行政方面 所以 黨內就是百病重生 而蔡英文 別人也不覺得他 很全力支持賴清德 但是一切都不要緊 因為當民進黨搞入一大敗 連續輸了兩個補選 由賴清德 助陣 藍頭補選之後 黨內呼聲很高 也基本上沒有對手 現在民調就接近36%左右 也被覺得這是民調的天花板 就是說 如果你的對手是合作的話 所謂的藍白大聯盟 藍就是國民黨 白就是民眾黨 就是OP的話 出一團隊的話 就贏了你 如果不是 你分了票的話 賴清德 就助勇於人之利 是不是很像 香港選舉以前的 解票論 然後 然後最混亂的就是國民黨 就是後友宜 其實大家也知道後友宜 一早 國民黨都擁他上去做競選 因為他在新北市市長選舉 新北市的聲望都很濃 是吧 亦都被人感覺 比較沉實 比較冒實 比較冒實 最重要 因為嘉義人 有台南票 出入入都是說台語 他很想拿台 他很自在用他去打台南票 因為賴清德 他們覺得 在北部 民眾 民進黨是沒有任何優勢的 第一是國民黨 第二是民眾黨 台北市市長 有OP 所以北部賴清德沒有氣場 他的大本營就是南部 如果侯友宜 打到南部的票 就發達了 跳數就這樣算 所以推他出來 但是因為一連串的操作之下 簡直難透 當侯友宜 高票當選了新北市市長 聲望很濃的時候 大家就問他 是不是他出來選了 又不說 又不搞初選 當然你可以說 民進黨都 不搞初選 但是民進黨沒有對手 沒有人想出來跟賴清德爭 但是 國民黨不是 最起碼有誰出來爭 郭台銘出來爭 這樣就很好笑 於是他們就搞了一個徵召 看民調 郭台銘又搞 做世大會 搞了一輪之後 然後 就突然就 徵召這個侯友宜 雖然 國民黨聲稱 他有根據一連串的 民調基礎參考 以及有什麼立委 互選 但是明眼人一看 根本就有想法 郭台銘 好了 也帶來今天的這宗新聞 OP就是民眾黨 不用說那麼多 今天講的這宗新聞 是講究竟郭台銘 在不能夠 暫時未肯定的 未正式 未正式的 現在 喚喉的呼聲 是有的 我們稍後再慢慢說 上文提到 侯友宜 當初最初的民調 最初民調是三成的 最高衝到四成 上年年尾是衝到四成 是過了賴清德的 OK 誰知道 今年就搞搞搞搞搞搞 你也不知道國民黨是不是 搞鬼 搞到 一出 一出 出閘 立即暴跌 由29 跌到24 現在還要跌到18樓下 被OP追上來 哇 真是震驚 震驚2300民 台灣朋友 很震驚 是不是很震驚 因為侯友宜的問題 弱點就完全暴露了出來 首先這個是有點主觀的 你叫做款 都是很沒有總統風範 他比連戰更加嚴重的 你問我他的問題 第二 因為他初時做市長 他完全不提國際事 中美關係 台海之間 他來來都說我們要中華民國 我們要和平 我們不要台獨 我們不要一國兩制 你投的這幾個口號 好像沒有太大問題 但你講長了之後 就完全沒有內涵 這是第一 他根本不認識國際形勢 最大的問題就是國民黨有一個原罪 那你是不是跟九二共識 現在是不是跟九二共識 都說不出一個所而言 但你又要拜會國民黨大佬 你要拜會馬英九 然後有人問你 喂 侯友宜 你知不知道九二共識 說不出 然後問馬英九 馬英九 你是不是全力支持侯友宜 馬英九竟然笑奇奇放毒蛇 這個當然是賤人 這個是非常主觀的 這個不是一個客觀新聞節目 大家要先搞清楚 曾幾何時 尤其是香港還有一個 Legitimate 選舉的時候 什麼叫Legitimate 即是 一個有意義的選舉 現在也是有選舉的 不過沒有意義而已 現在聲稱特首和立法會 都是選出來的 但沒事的 你想選的全部都DQ了 就算你選了 都是不過半數 不得止 還要得一個第三位 Anyway 都不再講了 曾幾何時 香港很喜歡 所謂向台灣觀摩 有些就覺得 台灣的選舉文化不怎麼樣 經常打架 有黑金 有什麼什麼密密 都有一句 民主選舉有一萬種 一萬種 不好的地方 還有 但是 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一票 就說完了 你有一票 不代表什麼 但是你連一票都沒有 就真的不用說話了 其實民主選舉是建基於人 人是要不斷地進步 制度也要不斷地進步 所以 大家的起點不同 根本無可比較 你中國香港和其他 有一個初見規模的 一個 民主制度去比較 例如台灣 就是完全 九不達八 但是我想說 但是曾幾何時 有很多香港人 很喜歡關心台灣的選舉 沒有理由現在不值得關心 不過因為現在香港的 現況 大家對香港的 民主前途已經沒有信心 但是 但是 我們把眼界放遠一點 始終現在牽涉的一個 中美大戰 或者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戰裏 台灣和香港都是一個棋 都是一個很戰略的中心地位 我們用一個世界觀去看 就沒理由不關心台灣的選舉 你可以用兩種方法 去收看 你可以加入小弟的Patreon 或者你覺得 我加入Youtube方面 就釋除專辯 最好你兩個都加入 當然是更加好 或者加入完之後覺得 我實在是再值得支持 你可以再幫我買咖啡 或者買酒都OK的 這個時候 民進黨就爆出驚天大醜聞 就一個 MeToo的民進黨版 更加諷刺 這個背後有沒有人操作 就很難說沒有 就剛剛你的造浪者 人選之人 直接把裡面的劇情 直接搬出來 關於性侵的劇情 在這個人選之人裡面 就是Netflix這部台劇 我是極度推介 我也之前做了一集節目 在這個生活台裡面的 花地酒為飛 講了整個 我和太太對於 這個 造浪者這部劇的看法 其中一部分是這樣的 裡面有個 女主角的 王靖 被一個 資深的黨員 性騷擾 這件事就想搞大他 誰知道上面有人 上面有幾重人全部攔住 原因 就是包庇 他是不想把事情搞大 大局為眾 選舉 嘩 竟然在民進黨裡發生了 就有 短短一個星期之間 現在 現在 只是民進黨搞了八宗 其實到了九帝九宗 也可能陸續有來 那麼 就火燒連環船 就不單止民進黨 當然不單止 你猜這只是民進黨的問題 當然不是 是吧 當然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國民黨開始爆了一兩宗 民眾黨也有 連黃丹也有 然後爆了這些什麼性蘇意外 就不停 你去閱讀這宗新聞 如果不是留意 我也不能留意 所有台灣的新聞 你會發覺有些難度 因為這些人不懂 這些人的名字不太熟 所以 我儘量高呼一下 第一部分就講講有關的人物的新聞 然後就分析一下情況 現在就要出來道歉 蔡英文也出來 陳其邁又出來不停地道歉 我再給大家一點圖像 我 就這樣外人地看 我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政黨的問題 我比較壞 根本就是 一個全世界共有的現象 裡面牽涉 男女地位 所謂的男女平權的地位 以及牽涉一個辦公室裡面發生的事 這個我覺得是universal的 是universal的 但是 外國呢 第一件事 就是 其實是這樣的 應該說 當大家都不習慣去爭取那件事 出來吵的那些 就會被人視之為異類 什麼意思呢 這個 無論是性侵也好 歧視也好 欺凌也好 是不是 你有沒有發覺出來 出來呼冤的那個 一定會飽受壓力的 因為 他是弱者 因為 人裏面有一種 類似覺得你是弱者 那我就覺得 如果我幫你 這個我不分析了 這些是交給社會和心理學分析的 但是我想說 外國 是現在開始 已經是鼓勵 以及 很贊成一種 出來抗爭 爭取權益的文化 你看到多少電影作品都有說這些 但是華人是比較難的 比較難的 因為這個就叫做那種儒家 那種儒宗 就是那種 還是很講階級 很男尊女卑 還有 少了很多 但是還有殘餘 你一旦有階級 有男尊女卑 的話 性侵這件事 大部分都是由男性發動的 我不是說女沒有性侵 女可以有性侵 但是男的發動比較多 是吧 可能這是生理上 心理上的設計問題 我也不懂得深究 那就會做到很多被性侵的女士 是難以去平反 或者難以去申訴 這就是背景 這是第一 第二 外國 可能會有些制衡 就是你有輿論 以及 你是怕那件事 你是怕那件事 不要這麼說 舉世都是這麼麻煩 是吧 舉世都是這麼麻煩 我也不是認識很多 其他國家 關於這些 性侵的 這些處理的情況 我不知道哪些國家做得好 哪些國家做得不好 我只知道台灣 你說那種 上面 掩住 大局為眾 我就覺得 毫不稀奇 你發覺有些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 因為他們源自日子 很保守 很傳統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很蒙塞 有些東西很古舊 那麼你這件事是會令到藍磚女卑 以及階級觀念更加惡化 是吧 好了 再加 這是第一個點 是比較好 是很宏觀的 好了我們微觀一點點 說回 民進黨 甚至說蔡英文 我這個節目也不怕說了 OK 人少少也不怕說了 去到蔡英文時期 都不是靠執政能力 我差點這麼說 你都是靠本土主義 是恐共的 是吧 我想 這個永遠都不能夠正式的理論 如果沒有了19年反送中的話 可能輸了到撻皮 也不出奇 或者輸了 不太知道輸多少 現在蔡英文 沒有 藉著 而 在我的感覺上 整件事就 扔給賴清德 我 就要全身而退 我就要顧名了 是吧 那這壹事 我也是絕對不負責任 但是 可能有些小英粉絲不同意 但是我這個觀察 不是始於這件事 你由他九後一大選 他如何安排 那些參選者 你知道嗎有很多爭議 不過我沒有時間 我不夠時間講 還有我也不敢亂講 因為始終很複雜 台灣的政城 所以其實我是想過找嘉賓去講 但是 簡單講就是 那時候 選立為經驗 很多爭討